希望透过今天这场演讲可以分享我这些写作的经验 然后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可以参考的点这样子 那论文写作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研究动机啊 方法设计啊实验成果来写出来这样子 所以决定题目然后文献探勘方法的实作 再来是你执行你的实验 再来是对于这个实验结果的一些分析讨论 它都是环环相扣 就是甚至到最后就是把这些过程写出来嘛 都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这样子 但我这边想要买一个伏笔 就是说我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流程 它不是线性的 它不是一步接着一步这样子 没有办法再回去重新做前一步做这个线性的流程的 那等一下会和大家说明就是为什么它不是线性的这样子 所以虽然今天这个主题是定这个论文写作的技巧 那其实应该要讨论如何做研究这样子 好 也是一个就是蛮浪漫的主题 那希望我今天可以讲好这个主题这样子 好 那谈论到做研究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会面临以下几个困扰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要做研究当然是要定一个主题嘛 好 那要怎么去定主题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 我们可能定好主题之后 那怎么来开始来做这个主题的研究 包含说我的方法是什么 我怎么设计我的实验这样子等等的 好 那再来是 我可能做的差不多了这样子 那要开始写论文了 那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写 写一个字都很痛苦这样子 所以可能我们都会有这三个很困扰的问题这样子 不过从关于这个定研究主题的部分呢 可能也要看各位同学找到的指导教授 他带学生的风格这样子 以及取决于同学们现在是专题生 硕士生还是博士生 那你们面临的这个部分的问题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专题生硕士生的话 老师可能会给一个明确的题目或是方向 所以你在第一个问题上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困扰 那同学们可能只要去对这个主题这个方向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献 去了解这个主题 然后呢再来就是努力的实现它就好了这样子 但博士生的话可能就会需要自己拟定一个大方向 然后算是独立完成一项完整的研究 所以对博士生而言怎么定研究主题就会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了 那如果定好了主题之后我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说那我就尝试几个过去文献上有记录一些方法 然后再稍微改动一下就好了这样子 只算是这个跨出的第一步这样子 但是可能会发现说 我做实验做一做就卡翻了这样子 我自己设计的方法根本行不通啊 看起来是不能准时毕业了这样子 那又或者是说 我定了这个主题 要到达我这个定了主题的这个最终极的目标 我可能需要跨非常一大步这样子 那这中间的每一小步我又应该要如何来设计呢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我们很幸运 定主题啊 实验很顺利这样子 那结果也看起来还不错 要发表出去了这样子 那写作 就是要用到的素材 其实都准备差不多了 这样子 要写论文的时候 可是 我一直没有动力来写论文这样子 然后你可能就会开始质疑自己说 我是不是很废这样子 好 那 那这三个问题可能是大部分研究生心里的痛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如何聪明的 有系统的去阅读论文还有做笔记 那但是提到这个阅读论文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论文好难看得懂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通常论文是用英文写的 那我相信同学们的英文能力也都蛮棒的这样子 但可能会有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英文单字我拆开都看得懂这样子 但是堵在一起就看不太懂 那我可能看一句话就要Google一下 然后我可能是Google单字啊 或者是要Google专有名词这样子 那可怕的是什么呢 可怕的是我们Google得到的结果 并没有办法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 我们反而得到更多的资讯 那又陷入另外一个更庞大的研究领域 然后一堆的名词的定义等等的 比如说这边有列了一篇文章 同学们如果不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 那基本上也就会有很多名词会看不太懂 比如说什么是Nudge Graph 什么是Nudge Based Question Answering 那你可能去Google然后发现 维基百科有这个解释 那你可能看了又不是很懂 虽然都是中文的 但又也不是很懂它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去搜寻到KBQA 那你又会发现说 找到很多的文献 你看一篇文献 等于要再多看十几二十篇的文献 可能才会懂 它这边提到了 这个名词是什么这样子 好那再来是你有可能不是搜专有名词 你可能是搜寻英文单字 这边有个单字叫做Entities 那你就去搜寻这个Entities是什么意思 好它告诉你了是实体什么的 好那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实体这样子 呃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看一段我就要Google好几次 然后可能看一个片段我就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来了解这个作者所提到的这些概念 可能还没有进到真的做研究 你就被阅读论文这件事情给打败了 但是大家其实不用紧张的呢 我老实说我一开始在念硕士的时候 也有这个问题 然后可能这个问题比大家还要更严重 读一篇论文可能就要花我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而且虽然花了这么多时间 可能当中还有很多细节是不清楚的 不了解作者的意思是什么等等的 然后不用说还要什么 比如说再读更多的论文 或是想要去实作它这样子 那我当时也有问很多人说 要怎么看论文 那大部分得到的回答都是说 就慢慢看啊 看久了你就看得懂啦 这边呢 我想要分享看论文的这个基本的技能 但其实不是很有什么学问啦 就是其实就非常的简单的一件事情 只是好像没有人跟研究生们讲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先学习该领域的一些基本知识 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知识 因为其中一个名识呢 因为其中一个名识呢 它背后可能是这个领域某个课程 它的两周甚至可能是半学期 可能是一学期的课程 那我们当然很难随便Google一下 花个一分钟两分钟就了解了 所以我们要读懂论文的第一步 当然就是要先学习该领域的基本知识 那现在可以到这些线上的平台去找相关的课程来修 这边呢 因为我是志工系的 然后我想同学们应该有一些是志工系或是奠基系 那你可能你做的研究领域是人工智慧 机器学习 那在这边就跟大家推荐这个台大电机系李鸿毅老师 他的课程非常棒 所以如果你要学习AI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 可以看李鸿毅老师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面 所放的课程的影片这样子 所以再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三个困扰 如果订研究的主题 如何开始做研究 如何开始写论文 而且多产的研究成果 奠基于好的笔记方法 那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我后面会介绍的一位学者 那他身体力行所实践的这个笔记方法 那基于他这个笔记方法 他拥有非常丰富多产的研究成果 那可是同学们可能看到这句话 就会又有三个问题 就是笔记和做研究的关系是什么呢 笔记不就是像我们小时候这个课堂上抄抄写写这样子 那看起来和做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啊 那再来是好的笔记方法 这边有提到说我们要有好的笔记方法 才会有这个好的 而且是大量的研究成果 那什么是好的笔记方法呢 像可能之前新闻有秀出什么北一女学生的这个笔记 我是不是写的像他一样就是好的笔记方法呢 那最后是当然写笔记跟写论文 做研究已经是最后你要把你的这个成果写出来的 这个关联是什么 那我们就来看下一页 所以其实听到这边我已经提了六个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来回答这六个问题这样子 这边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 我们就先叫他鲁曼 这位学者呢 他发明了这个卡片和笔记法 然后他一生总共出版了70本书 还有400篇论文 那他的研究主题呢 就包含这些有社会学 生物学 数学 还有电脑科学 差距很大 是不是非常的惊人 就是有这么丰富的这个研究主题 然后又可以发表这么多成果出来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卡片和笔记法 来回答我前面所列举的六个问题 好 那所以今天会分享以下三个主题 首先是卡片和笔记法 那卡片和笔记法 大家去搜寻可以找到这一本书 这个书呢 他的作者是德国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的一位教育哲学讲师 他写这本书的灵感呢 就是来自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位 德国的社会学家鲁曼 这本书呢 是我一位朋友介绍给我的 那他介绍给我这本书的时候 我才正刚刚用了非常错误的方式 非常痛苦的完成了25页的研究计划书 大概写了2万多只这样的计划书 所以我听到这个卡片和笔记法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方法实在是太棒了 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解决我在完成这个研究计划书 过程中所面临到的所有的困扰跟挑战 所以我也想要分享这个卡片和笔记法给正在做研究的人 那前面有提到这个做笔记是可以回答这个如何做研究的这些相关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解决那些问题的方式就是阅读论文嘛 阅读论文而且是大量的阅读是对做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边当然我们也会讨论如何阅读论文 所以主要会谈论到的是我们除了去读一篇论文以外 了解说这篇论文他所提出的方法是什么 那我们还可以从这篇论文学到什么呢 那在最后当然就是介绍如何用这个Overlift这个工具 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写作的过程会更加的方便这样子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进到第一个主题 就是卡片和笔记法 为了让大家可以更深入了解卡片和笔记法的奥妙之处 那我们先把一些错误的写作方式或是一些迷思来描述清楚 那我们就是要清楚的了解问题在哪 我们就可以一一破解这些问题 那首先当然是关于这个 大家可能会想象写作就是我们泡一杯咖啡 好这边你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个什么工作前的仪式 尤其是最近这个很多都是远距的什么上课啦 工作啦等等的 那就网路上会有一些这个文章在教说要怎么在家工作 你可能一开始可以有一些仪式来帮助你专注工作这样子 好那所以这边你会开始进行你自己的仪式 再来就是我们就坐在电脑前了可能先冥想了一下这样子 好然后接下来我就打开我的word 然后我就开始写作了 好然后就一下就写完这样子 非常的美好对不对 那但是呢 呃现实是很残酷的 那实际情况呢都不是我们刚刚想象的这么完美 如果我们是照着刚刚那个流程这样做的话呢 那你可能你就会打开一个空白的word的画面 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这件事情好困难 写作这件事情太困难了 而且好痛苦 接着我们就打开YouTube开始看老高最新的影片了 好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还在看YouTube 那可能我们从老高2020年最新的影片看到2018年他发布的影片了 那你可能会说 不我们可以先定个主题 我想要有一个这个计划这样子 那我就先定主题 然后呢我就非常有逻辑的拟定大纲 然后在每个章节底下呢都先设计好 我可能会要写哪些小节 那这个小节可能会要写什么样的内容 好我就定好这些规划之后 我们就来一一把想好的内容写下来 好 这样或许可以写出来 但是其实我们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会觉得很痛苦 那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我用了这个错误的方法写了一个研究计划 我当然最后写出来 可是我觉得很痛苦 我不想要再重来一遍这样子 一觉得痛苦我们就想要去这个逃避 所以我们可能又打开YouTube看另外一个可能猫咪在玩耍的影片 然后等到一个段落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时间 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可能一个字都还没有写 那我们就开始这个觉得说啊我真的是没救了 我是拖延症晚期 还有谁会比我更没用的吗 那怎么办我还有救吗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呃在一张白纸或是一个空白的画面呢 要写下主题啊 列大纲啊 呃进行研究讨论分析什么 最后得到一个结论 这听起来很棒很有逻辑 那你可能想说应该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吧 但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呃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研究之前 我怎么知道自己对哪个主题感兴趣呢 而且在我们还没有讨论分析的时候 呃我们要怎么知道 怎么去研究这些新的东西呢 那还有一点就是最违反人性的嘛 就是呃为了要遵守这种呃 拟定的计划甚至是我们可能有设计的呃 一些流程我要写出这篇文章我就应该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那这些就必须动用到我们的意志力 好听到这三个字就知道说我们会有很高的几率会失败了 所以呃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卡片和笔记法呢 叫大家不要用计划的方式来写文章 那他就不会需要动用太多我们的意志力 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有机会成功 好所以这个卡片和笔记法就打破了这个迷思 那他提到一点是没有人是从零开始的 也就是说呃写作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 写作是从一则笔记开始的 谈到这个写笔记呢 总结来说他提到的这个就是呃 他的过程就是复习加学习加写作 那也就是说写作这个动作呢 他其实不是发生在呃研究学习啊 呃或是你读了什么文章之后 他是整个过程都都在做这件事情 中国是非常体同学习的 wiec Sodg 我们从什么定主题文献探刊做呃嗯呃呃 呃呃呃实作的方法实验设计 然后呃呃对实验的结果进行讨论 这整个过程都可以来做笔记 所以我们呃呃呃可以把做研究这个很抽象的过程呢 以另一个明确的动作来描述 也就是做笔记 那所以我们的温定本当体格 我们变成说要做的事情呢 或是说这个顺序呢 就是一直每天持续的写一些笔记 我们可能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记录下来 比如说我们看了论文 那有看到有一些我们觉得有趣的点 那或是一些想法 那把它以写笔记的方式记录下来 渐渐的可以整理这些笔记 成为我们这个比较简短精要的一些结论 那这些素材呢 最后就可以变成我们写作的资源 也就是说变成我们真的最后在写出来 一篇正式的文章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从过去所写好的这些笔记里面翻找 找出一些他们是有相关性的等等的这些笔记 那把它挑选出来 我们再排列组合 它就会变成一篇文章了 那所以在我们这个写笔记 整理笔记的过程 就是等同于这个写作的过程 那在正式写作的时候 我就是排列这些笔记 然后可能再穿插一下 就是写一些这个句子把它串起来这样子 可是我们可能又会想说 我们从小就一直在写笔记啊 从国小念到大学了上课都在做笔记啊 那做笔记这件事情我超熟的 我并不觉得它和写作有什么关联啊 所以这个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笔记究竟写了什么 这个问题又有一点是 因为是其实笔记一直不受到我们重视 因为我们笔记都是自己超超写写嘛 我们写的怎么样也不会收到别人的负面的评价 所以乱写笔记好像也没关系 那也不觉得说我们需要学习怎么做笔记 这样子 这边就想要跟大家就是介绍这个卡片和笔记法的一些概念 来重新这个学习怎么做笔记 做笔记不是简单的超超写写 不是说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一个有用的论点我就把它抄下来 它其实是一种记录思路的方式 也就是这边的标题写的我们要画输入为输出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抄写别人的话 或是抄了别人所写下来的知识 那都还是别人的东西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要用自己的话来阐述 这样才算是真正理解这个内容 那所以我们以前在学校上课做笔记的过程 它算是这个记录学习到的知识 那我们要转换这个思维 画输入为输出 用自己的话来阐述这件事情 做笔记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就是要记录自己的想法 不是局限在抄写我们看到听到的内容 那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 就是要写的像要给别人看一样 在这边还有想要补充一个重点是 我们当然很难在这个看完一篇文章 就融会贯同 我们就开始发展自己的研究议题了 所以做笔记当然是可以先用自己的话来阐述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一直反复的去思考这个事情 然后对我们读到这个内容来进行讨论 然后都是用自己的话来做笔记 那等于是我们自己在做摘要这样子 也有点像做翻译 因为我们要用自己的话来讲原本的论点 所以有点像做翻译的感觉这样子 这个过程才会把这些东西转化回我们自己的知识 然后基于这些知识再来发展自己的这个研究主题 那这边有一个研究可以来支持这个论点 也就是教别人是深入了解一个主题的好方法 今天不论我们是要教一个或是好几个人的这个班级等等的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讲授的方式来对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或技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真的实际上你要去教别人 而是说你在学习或是看一篇文章你要去想的是我之后要去教别人 我要去跟别人讲这件事情 那这个所谓的教别人的过程呢 就是我们会要为了要解释某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必须去思考说要跟我学这件事情的人呢 他会问我们什么问题在我们讲了这个概念的时候的 当然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怎么更好去解释这个概念 他们会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所想要谈论的这些内容它的重点会是什么 那他们问了这些问题的话我应该如何回答 那你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就会更督促自己要更深入的去了解 而且我是真的去了解这个内容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有心理学家做过研究啊 他准备一些文章给两组受试者来学习 那一组是被告知说他读完了要考试 那另一组他可能被告知说他这个文章是要被当成教材 所以他读完要去教别人 那实际上是这两组受试者读完都参加考试 并没有人是真的去教学的 但结果显示是知道说自己念完这些文章要考试的人相比 准备要去教别人的这些受试者 他学到的会比另外一组的人还要多 这边想要讲的是画输入为输出的好处 这样子用自己的话呢再讲一次原本的内容 那根据我们写下的内容写下评论 或是你对自己的提问再去试着去回答你自己的提问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再回答自己的提问 你可能再找其他的论文的内容 那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或是我们又看到了别的资讯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在慢慢的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的主题 可能还会有产生我们自己的一些见解这样子 在这个阅读整篇文章的提问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可以问说自己怎么想要读这篇文章 那这个问题可能也就代表我们的动机 如果是做研究当然就是更重要 那可能一开始这个想法不一定是很成熟 那没有关系 因为在过程中我们有提到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对自己提问嘛 所以在这个流程当中其实你就是在慢慢雕琢我们的研究主题了 那大家听到这边可能对这个卡片和笔记法开始有点好奇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实践这个方法 但首先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方法要简单好上手 那这边可能你会看到有一些关于生产力方面的一些书籍 他会提到说要有好的生产力高的生产力 就要用一个简单好用的系统 你可能会听过什么三的法则等等的 都他们基本上就是原则就是你的方法要简单 你每天都可以去实践它的这样子 鲁曼的卡片和笔记法它就是有符合这个原则 基本上它就是遵循一个最简单的书写的格式 一张笔记上面它就只记录一个想法 所以它的笔记要求说它有自己的一个脉络 也就是说这一则笔记可以展现一个具体的想法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算是有脉络的笔记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如果说我们过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已经忘记了写这个笔记的一些当时的情况 也忘记它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就再试着读这一则笔记来复习回想 当初写这个笔记的一些回忆这样子 那如果是没有脉络的笔记呢 在我们读完这则笔记 可能就是会不知道我自己在写什么 印象可能有点模糊 那我可能要再去翻其他相关的资料 我才能看得懂这则笔记 那这样子就是没有脉络的笔记 那另外一方面有脉络的笔记是什么呢 就是我看这一则笔记 我不太需要再去查其他相关的资料了 我就直接看懂了这一则笔记 所以只要掌握这两个原则 基本上我们笔记的格式内容形式 不管怎么样的变化就是 基于这些原则就可以有一个好的笔记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简单的做笔记的方法 然后基本的原则就是 我们在一张笔记上面就只记录一个想法 那这个笔记上面的内容是它有自己的脉络的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建立笔记跟笔记之间的连结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曾经做过的笔记啊 排列组合或是交互的去对照 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我们自己的新的想法 或是一些洞见这样子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鲁曼他的这个卡片盒里面的三种笔记 那我们提到最基本原则要用这个简单的系统来实践笔记法 再来还有一个三种笔记的这种笔记法 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做笔记 那有这三种分别是灵感笔记 文献笔记还有永久笔记 那灵感笔记呢就是指说我们可能读到 听到或是想到任何的资讯 那我们就把它快速的记录下来 有可能是在我们读文章啊 看了书啊 或者是听演讲 当下得到的这个灵感或是想法 有可能是在我们做其他事情 比如说去散步 或是在洗澡的时候 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些想法 我们就把它记下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尝试前 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原则就是 要以输出的前提去输入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话输入为输出 也就是说在我们要记录这个资讯的时候 我们要想说我要公开这个资讯 那所以这会让我们在吸收资讯的时候 会更专心 当然你的目标会更明确 而且也代表说真的透彻理解这个概念了 所以在这部分这个灵感笔记的部分 他就比较不需要遵守什么样特定的格式 他也不需要有前面提到说我要有一个脉络 他只是帮我们快速的记下来一些 在我们脑袋里面曾经想过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定期去检视这些灵感笔记 然后把它整理之后可能做下一步的规划 下一步规划是什么呢 下一步规划可能是去阅读更多的文献 来做文献笔记 文献笔记呢指的是在阅读文献所做的记录这样子 但是它相较于灵感笔记 它会需要有比较格式化 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用条列式的方式来写下 我们在阅读文献后所得到的想法 以及这个文献中所提到的一些非常值得记录的重点 有可能这些东西会是我们以后要写作会用到的素材 那就是把这些内容以结构化条列式的方式记录下来 并且呢在这个笔记的最末端要注明出处 那这样子我们后续在支持自己的论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引用这些文献嘛 那所以注明出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比如说你可以注明这个作者啊 这个文章的名称啊 还有他发表的年份啊 然后在这边呢 蛮有趣的 因为我以前也是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在做笔记 我可能会看论文啊 然后我就在空白的地方写下我自己的这个想法这样子 然后还会用什么荧光笔啊 画一些重点等等的 但是时间90会发现说 也许在上个月我曾经看到一篇论文我已经忘记了 甚至我很难再把它找出来 因为可能会有很多朋友 我们可能很难把它找出来 然后再去看我当时在上面写了什么样的笔记 所以鲁曼在这个部分他的做法就是 他不会在他阅读的这些文献呢 的上面 他可能空白处不会写任何的东西 也不怎么画重点 他就是把这些要记录的内容 还有他的灵感啊还有想法就是直接记在这个文献笔记上 再来是永久笔记 那永久笔记它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想法了 它已经有前面所提到的完整的脉络了 我们不太需要再补充其他资料就可以看懂这一则笔记 它比较接近于我们最后要发表的内容的感觉 所以在写永久笔记的时候是要假装是要写给别人看的 那我们需要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来说明我们的想法 然后可能他会有一些相关的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所以这个是永久笔记 在做永久笔记 当然就是我们会需要非常频繁的去回顾前面所做过的这些笔记 包含灵感笔记啊文献笔记啊 去转化我们曾经记录过的想法以及文献上的论点 然后再来思考这些笔记之间的关联 然后你可以整理出某一个议题的 你最后要输出的这些论点这样子 所以在做永久笔记 有点像是在发展我们自己的论点 然后跟其他的这个记录过的一些想法进行讨论这样子 这边我还想要补充的是 对于理工科的学生呢 可能这部分会多个步骤 就是我们需要来做实验来验证和分析我们想法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一面这个整理笔记 一面呢把实验的结果这个进行整理 也就是我们会整理自己记录的问题啊 假设啊以及实作的方法 还有这个方法实验的结果这样子 那最后整理出自己的一个论点这样子 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这个论文架构啊 包含实验设计的部分就会比较逻辑结构这样子 我们该讨论的该分析的基本上就不会有缺漏的部分 所以这边就跟大家介绍这 鲁曼所设计的三种笔记 灵感笔记可能是大家最常写的 就是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赶快记下来 然后文献笔记和永久笔记可能还是有一点模糊 老实说我自己在做的时候也是觉得 永久笔记真的蛮难写的 我大部分都是在做灵感笔记还有文献笔记 这边鲁曼有提到是说 文献笔记它是条列式的这个重点文字呢 永久笔记它其实是比较像是我们书写出来的散文这样子 在这个记录这三种笔记的过程有点像是 这个灵感笔记其实是记录下来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丢掉 因为我们会一直去反复检视我们曾经做过的灵感笔记 然后把它这个找其他文献来做文献笔记 那所以这个灵感笔记可能就过一阵子就丢掉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把文献笔记收集起来 然后再下来就是根据我们做过的 这个文献笔记来整理变成永久笔记这样子 然后就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组合想法来产生新的想法 那这些新的想法可能又会有产生新的问题 那么研究的主题也就出来了这样子 那再来鲁曼他有提到一些特别的系统 但我这边比较没有想要琢磨太多 首先是索引卡片 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会需要去连结卡片 卡片跟卡片之间它可能会有一些关联 我们需要把它连接起来 那因为鲁曼他是用这个纸笔来实践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编码编号的系统 让他更能够快速的建立笔记跟笔记之间的关联 这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白板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笔记都这个贴上去 然后开始在中间画现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这样子 那我们就更宏观来看这个白板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你的思路的流程会是什么 然后从中来建立自己的研究主题这样子 这边这个网站有这个更详细的介绍 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软体来帮我们连接卡片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软体来帮我们连接卡片 那就不一定需要照它这个系统来实作 不过另外一个蛮重要的是这个关键字锁影 这就比较重要了 但其实它也很好达成 就是我们卡片除了要有这个鲁曼所提到这个锁影卡片 就是我们卡片除了要有这个鲁曼所提到这个锁影卡片 还需要关键字锁影 因为我们可能可以透过关键字来看 我们在这个关键字底下自己发展的一些想法 那说到它很好达成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其实可以用各个这个学科领域的关键字 因为每一个学科领域底下都有各自的子领域 他们都定义好了这些关键字 那我们就把这些关键字来当做卡片的关键字 所以就好了 那好处就是这些子领域其实它都是经过了 好几十年的这个统整眼镜所定下来的嘛 我们就沿用这个架构就好了 好 总结来说做笔记呢 就是用前面提到的方法 我们一面念文章一面做笔记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笔记之中开始归纳这些想法 那比如说是这些想法有没有什么关联之处 我们可以整理成一个主题 那或者是我们提了一些问题 我应该要再找哪些资料来回答自己的问题 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在慢慢把这些内容来整理成一个大的主题 也就是做笔记 其实我们整个研究论述的脉络就会慢慢的浮现 那前面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怎么定研究主题 那就不会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不是从上而下 就是从定主题开始才来读相关文献这样的步骤 而是说我们一直在阅读大量的文献 然后再从这些想法论述中再整理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主题 这样子 这边接下来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一些可以用来实践这个卡片和笔记法的这个软体 有以下这些非常多 有可能还有我没有记录在上面的这样子 那不过我们接下来是想要跟大家用这个Heptabase 来示范这个做卡片和笔记的这个流程 那当然用这个软体的好处就是 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可能在论文上面会做一些这个笔记的重点 然后我们可能就存放在某个地方 过一段时间你想再来回顾就很难找 如果是纸本的你就不知道它塞到哪里 如果你是电子档你可能就会找不到它存在你电脑哪个地方这样子 那有软体就是用基于这个前面所介绍的这个笔记法 你就不太需要花时间去找那些东西 专注在写好每一张卡片 然后又可以透过这软体来检视过去曾经做过的卡片 专注在消化我们吸收到的薪资来发展我们自己的研究议题 那接下来就用这个Heptabase来示范这样子 那当然同学们是可以找其他你更喜欢的软体来实践它这样子 Heptabase它是跟其他传统的这个笔记的软体有点不太一样 是它是可以支援比较像是图形化结构的 它比较不像是线性逻辑的笔记结构的 那有点像是我们把这个自己的笔记啊重新整理绘制成一张地图这样子 那不过这个软体它要付费啊 所以啊 同学们如果要用某个软体来实践这个卡片和笔记可以找别的 接下来就开始说明一些简单功能 那我等一下也会开一下我自己的Heptabase的界面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每一种软体它都有自己的功能 我们在使用不管是哪种软体啊或者是想要实践这个卡片和笔记的时候 都可以有自己调整的空间就是依据各自使用的习惯来做设计 那所以今天就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基本的功能 然后大略看一下我的使用方式 剩下的就留给大家来发展自己的使用的模式 那首先通常做的事情就是要建立一个白板 刚刚有提到说你可以想像你有一个很大的白板 然后你就在上面贴这个你的笔记 然后可能中间可以画一些线把这些卡片连接起来 这个是这个Heptabase的这个画面 那我们就可以点Map 然后点完Map在这空白的地方点左键两下 然后再点击这个建立新的白板 那你就可以等于说是在这个画面建立了一个白板 那当然就是你可以建好多个白板这样子 所以建白板的过程有点像是在建立我们一个专案 一个研究领域 然后进行自己的研究议题这样的感觉 所以白板它代表的不是只是一个小的任务 或是这个片段的知识 它是一个长时间累积的这个知识的过程 然后我们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重新组织 建立自己的脉络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建好白板的话 这边是可以去修改它的白板的名称 然后它其实操作的界面都很直觉 就是你可以看它在这个白板里面 左键点两下你就可以新增卡片了 那Heptabase它的这个卡片是基于Markdown语法的 这个语法很好上手 那这边有贴上这个一些教学的连结 我想是非常简单的 基本上可能只有几个常用的 写过几次你就不用再去查看这个语法了 那有些常用语法 比如说这个警字号是代表这个比较大的这个headline 然后两个警字号就是稍微小一点的headline 那在后面就是接一个空格就可以打你自己的标题 然后还有另外常用的就是清单 因为我们要用清单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想法等等的 可以有无序的清单或是有序的清单 那无序的清单就是打个米字号然后空格 然后接下来打你自己要写的内容 那有序的就是打一二三四这样的编号 然后后面结个一点 然后空白就可以写自己的内容了 那这边就是先介绍比较常用的 然后剩下的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来看一下这些教学 那在前面有提到说需要一个卡片之后 我需要去建立卡片之间的关联 那在Heptabase这边它的做法就是它这边有一个这个箭头 然后我们就点它 然后把这个箭头推到这个我们想要连接的卡片 比如说我这个卡片想要连接到这个卡片 我就把它连过来它就自动会有一个这个箭头连过来 那它这个每个箭头它都还可以在有编辑上这个文字 那当然就是除了这个连过来你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 那它都来写上一些关键字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点是前面有提到的这个关键字索引 Heptabase它也支援这个功能 那它的做法就是 视窗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text底下呢 输入你的关键字这样子 那这边秀出来是我已经建立过的 那你可以选择你建立过的或是打新的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建立新的关键字这样子 那这边也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是 我们可以用同学们各自的学科的领域底下的一些 已经定义好的关键字来当做我们的关键字索引这样子 那再来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基本的功能 它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插入的格式 比如说我们打一个这个斜线之后 拉下来底下可以看到它支援很多的这个 插入不同的格式的内容 有影片啊 然后你也可以放个code啊 比如说同学们如果不是要写论文 你可能是在学写程式 或是学其他的知识 会用到数学的 那它都可以支援你输入这种类型的这个内容 然后来建立自己的笔记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前面提到说这个我们可以有多个白板 那一个面相是我的一张卡片可不可以在多个白板之中 那这边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点了这个你的 它左边有个什么card library 然后你可以点某一张卡片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视窗 那你就会点它加到其他的白板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选说你这张卡片要加到哪个白板 那就可以把这个卡片加到那个白板 然后开始把这个卡片连结到其他的卡片这样子 我这边介绍的都是非常基本的功能 那这边有官方的教学影片 就留给大家来参考这样子 这边就是很快速的开一下这个 我自己的Heptabase来给大家看 而刚好提到说先建白板嘛 就是点到Map 那我们就可以点两下 然后就建立一个新的白板 然后再点这个白板进去 好就可以开始 就是在这个白板里面叫我们这些卡片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来改变它的名称 这个白板清单 好 然后比如说再有另外一张卡片 OK 然后你想要把它连在一起 就是这个拖曳过来 那这边就是你可以写自己的描述 某个relation 好 然后再点这个 CardInfo 就是可以加入自己的 tag 这样子 好 那这是简单的操作的过程 然后 刚刚提到的是 在这个CardLibrary 那这边就可以 点击它 然后你可以选择 加到 加到其他的白板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 Heptabase的这个操作的过程 非常的直觉 那就 介绍这个事情 就是不免俗 就是要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们自己做的笔记了 但是 这个主要是我的一些研究上面的规划 所以我就不把完整的秀出来 这边是我这个目前正在发展中的研究议题 那大部分都还是灵感笔记和文献笔记这样子 通常我们的这个笔记会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整个画面会越长越大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的做笔记的方式 那大家不一定要照这个结构 你可以有自己的设计 那只是说就是基于前面所提到一些原则 它要简单啊 那一张卡片的内容呢 尽可能就是只有一个主题 非常的专注写好这个主题 然后 它必须要有脉络 就是你过一阵子 就是你还看得懂它这样子 好 那再来是关于文献管理 就是可能市面上有很多文献管理的工具 老实说我都没有在使用 但是我有用这个Heptabase 来开始来做一些文献管理这样子 那我的管理方式 其实是搭配这个文献笔记来做管理的 那就有点像是说 我会在这个标题可能会写上 这个论文的主题 然后当然是记录一下一些想法 然后可能会 你可以插入一些相关的图片 那帮助你来回想这样子 那最底下就是我刚刚提到是要有一个出处 那我这边比较偷懒 我就是放这个我的云端连结 然后这边我自己也会有去设计说 基于这个关键字的系统来做这个关键字的索引 那我以后如果想要检视某一个主题的卡片 我就可以直接在Heptabase上面下这些关键字来找到相关的卡片 那右边就是我看的论文 那我还是有基于一些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有固定几种颜色来画重点 然后这样子之后如果我想要透过这个连结来看论文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在掌握这篇的一些 我当时所发展的一些重点这样 那总结来说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卡片和笔记法 那它可以用于这个算写论文 那再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然后也许累积到一定程度 你可能自己就有一个大致的研究方向 因为你会更确定说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对哪个议题有兴趣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再确定一些细节 比如说我们过去这个议题 它曾经做过了哪些方法 那我们可以怎么再使作哪些方法 那这些方法可能会参考哪些论文 那这个过程就是一直反复这个步骤 这过程中当然你也可能会再记录新的问题 然后再去找资料再把它记录下来 就一直反复这个过程 准备的差不多 你也可以在一面做实验 根据你自己遇到的问题 再找文献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不停的在写新的笔记 然后整理旧的笔记 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永久笔记 然后这个过程也就等于说 一直在不停的在整理这个论文的一小部分 最后我们就是把它组合起来就变成一篇论文了 好 所以这也是我一开始提到的是 写作它比较不像是一个线性的流程 它是有点滚动式的就是 会一直反复这些步骤 然后来完成一篇论文 然后这个一直反复一直反复呢 可能所记录的这些卡片呢 它会产出的就不只是一篇 也许是很多篇论文了这样子 好那我再接触到卡片和笔记法 大概也就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这样子 那用这个方法呢 它帮助我可以更有系统的来整理我的思路和灵感这样子 不会说 突然想到什么没有把它记下来 或是记在别的地方不知道记在哪 那就很可惜这个想法就不见了这样子 所以用这个方式我可以更有系统性 而且我因为要写的很concrete 那我就会比较容易回想到我当时的一个思路的历程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我的写作内容可能会就比较有结构 那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张卡片上每一个笔记都只记录一件事 那最后把它写到这个文章上面就是排列组合这些内容 你就不会好像是写一部还要再规划说后面要写什么 因为你等于说你已经有一些 各个系的这个细节已经存在了 你只是想说我要怎么去重新组合变成一个完整的论述这样子 然后再来最重要一点就是改善我的拖延症 有时候很累就是不想要这个完全没有动力写任何的内容这样子 没有动力写任何的字这样子 那我可能就会打开Hatterbase 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的卡片 然后我可能就会想说今天就只写好这张卡片 有可能你有想要写什么 那我就想说那我就专注写好它 这一张那我今天工作就结束了 结果不知不觉我就写了一张接着一张的卡片这样子 所以就不知不觉的改善了拖延症这样子 那最后还有一个想补充的一点是我在实践的卡片和笔记法的一个特别的心得吧 就是有一些人在讨论说如何达到高产出 它的重点是在于说定期的和老板 或者是对于大家来说老板是老师嘛 来确认你的方向 不管是你要读论文的这个方向 或是研究方向实验的方向 那因为我在写卡片的时候我会定期的去确认说 目前的这个方向是是不是对的 因为写好一个卡片等于说 你已经有个具体的一小部分的产出 那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说 现在的暂时性的成果是什么 然后来确认这个方向是不是一直在 你所原本设想的这个主轴上面 那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确认说你要做的事情是 符合这个你原本设定的方向 那如果是对同学来说就是符合这个老板老师的方向 那对老板或老师来说 你就有做到他要求的事情 就等于是高产出了这样子 那这是我在实践这个卡片和笔记法的一些心得 那就提供给大家这个方法来参考 大家可以试试看 而且这个方法其实不只适用于做研究写论文 你在修课的时候 当然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自己的笔记 讨论完这个卡片和笔记法 再来就是前面提到要解决研究方面的三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阅读论文 那前面当然是一面阅读论文的 一面做卡片的 那你就再写论文的话 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具有挑战性的 那我接下来想要再分享的是说 我们读论文除了从这篇论文中去学习到这个新的知识 或是这个作者他所尝试过的一些方法 他的研究成果以外 我们还可以从论文中学到什么 我接下来想要提到的 学到这个什么东西呢 是跟写作相关的这样子 主题就是如何从阅读论文的过程中 学习写作这件事情 我们在读论文除了接收这个新知以外 我们可以去更抽离一点来看 我们可以去看这个作者 这个学者他在发表这个主题的时候 他的每一个章节的写作结构 来学习他怎么去讲故事 这个学科领域也有他特别的用词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阅读论文的时候 来学习这些面向 帮助我们写出一篇更专业的文章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结构分析来开始 首先是摘要的写法 那通常就是这个论文的section 不外乎就是这几个什么摘要 你只要有意思的去分析大家的写作结构 基本上同学们就可以写出一篇很漂亮的论文 那我们就从这个摘要开始介绍起 那写摘要其实是一个艺术啊 他其实摘要真的很难写 我这边就帮大家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出他的结构 那基本上呢 你就照着这个结构可以写出一个还不错的摘要 那首先第一段他可能会提到说 目前的研究现况 有点类似简短的背景 那这部分呢 最重要是带到我们自己的研究动机 其实我这边想要讲的是 研究动机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这样子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写好 好 然后再来是基于你的动机 你当然就会有想要提出的方法 来解决某个你发现的议题嘛 所以可能是会写提出的方法这样子 那这边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写太多细节 不用把什么你的方法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什么 写非常多的细节在这上面 只要写个概念就好这样子 写论文的感觉有点像是先给一个大的概念 然后开始慢慢的在后面的内容 开始一点一点的释出更多的细节这样子 然后再来最后就是写出你的这个实验的结果 还有贡献这样子 那这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摘要的写法 那通常这个字数不会太多 大概不会超过300 但也有可能有的是长篇的论文 它的摘要就是稍微看起来有点长 不过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要写太长会比较好这样子 好那虽然我们先从摘要开始介绍起 而且或者是你在看论文的时候摘要就在这个第一页这样子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再把其他内容写完之后再来写摘要 这样子你会更清楚怎么去编排你这几点这样子 OK 再来是Introduction的写法 那这非常重要就是大家在看论文的时候 可能没有怎么在意Introduction怎么写 因为你比较在意的是它的方法是什么我要拿来用 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它变成是你可能会不太清楚说我要怎么写好Introduction 那我们就可以以后就有意识的来看这些作者们怎么写Introduction 我刚刚提到它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投稿的时候就是通常会有三个左右的审稿的人 这个reviewers来读我们的论文 然后他要写评论来决定要不要接受我们这篇文章 看到摘要跟Introduction的时候就可以吸引到它 而且基本上以我自己也有审稿一些经验 我看了摘要跟Introduction 我就差不多觉得对这篇有一点印象了 这样我可能有好的印象坏印象 那后面就只是开始在反复的验证我所列的一些它可能的这个问题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部分非常重要的是我们Introduction要写好 在五分钟之内就吸引到这个reviewers 我会愿意接受这篇文章 所以就是我们要学着怎么把这个故事研究脉络讲清楚 那基本上的架构呢 就会从研究动机开始讨论起嘛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是会稍微带一点的背景 然后那你可能会提到说有一些议题还没有解决 那你就会有自己的研究动机 那写好这些之后再来就是定你自己列这个议题的挑战 那我这边会推荐大家这个列三的法则 如果可以的话就列三个挑战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你所定的这个挑战 你会有自己的解决方法 那所谓的解决方法就是因为你在一开始在定这个主题 你在设计自己的方法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是在为了这些挑战议题来提出你自己的解决办法嘛 就是把它依序的对照你所提出的挑战来裸列出你所提的这个解决的办法 然后再来是会提到一些你自己的这个实验的成果这样子 最后就是列你这篇论文的贡献 这边有趣的是这是最近几年的这个写作的风格 在如果是AI领域的可能是2018开始大家习惯这么写 然后大家现在你看论文可能就它的结尾 在Introduction结尾会有列一些贡献 那这边一样三的法则 我会建议大家列三点贡献是最好的 这是Introduction的这个主要的架构 那这边还想要再补充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好提到漂亮的论文 漂亮很重要就是要让reviewers赏心悦目嘛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的是在 如果你是像右边这个论文的这个模板 就是你要写的论文是这样的模板的话 你可以在第一页的右上角放一个你的自己的情境的图 或者是你的一个流程图等等的 一定要有一个对应的文字来介绍这个图表的内容 这篇论文呢就是大家看他这个放这个图在边 一下子就觉得非常的赏心悦目 对不对 除了这一点以外呢 我个人也是蛮推荐大家去看这篇文章的 就是如果你不是做AI领域也可以来读一下 我在阅读完他的文章之后 用他的资料集来做自己的研究 所以这边也补充了一点是说 我们在阅读论文的时候不要限制自己阅读的主题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从不同的主题的论文呢 发现说我可以用他的某些东西来做自己的议题 比如说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 我用到的是这篇论文的资料集来做自己的研究 那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主题 他有一些方法是适用于你自己的研究架构的 所以想跟大家讲的是 就不一定要限制你所阅读的论文的主题 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方法的写法 那我这边会比较着重在理工科同学的这个方法的写法这样子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用数学符号来搭配公式来说明的方法 是最加分的 当然首先就是有时候很复杂的事情 我们用数学符号来搭配一些公式 就可以很清楚的阐述一个很复杂的流程 那这件事情是可能大家要自己试着去写写看 因为我试着这样写之后 你确实可以把复杂的事情讲得更清楚 而且大家看了这个你的定的符号 定的式子 就更能够理解你想要阐述的内容了 所以大家不要把以前学的数学给忘光了 就是要把它融入在你以后的这个论文写作里面 好 那这边还有说更加分是什么 就是当然会使你的论文看起来更专业 所以就是会推荐大家用数学符号搭配公式来说明你的方法 所以大家在看论文的时候呢 也要有意识的去学习说 别人怎么用这些符号 这些式子来讲它的故事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学习怎么画模型架构图了 这真的是要多看多学这样子 好的图可以让你的论文看起来更漂亮 我这边列了两篇论文 我是觉得他们的图真的画得很漂亮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大家以后在看论文的时候也可以欣赏一下人家的图是怎么画 然后也可以想说 那我自己要画它的这个架构的话 我会怎么画这样子 这边建议大家使用的软体是用这个draw.io来画这样子 它的好处是可以输出比较高画质的png档 或是你要把你的图档存成pdf也可以 再来是比较抽象一点讲这各个section的写法 就是它适用于每个section这样子 或是每个subsection 在这边就是你的每个小节的开头都会需要一些这个前情提要 等于是来说明你这个小节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这样子 那这样才不会让读者太surprise说 怎么一下进到这个部分这样子 那如果是以实验来举例的话 你就可能要介绍说你这个实验在做什么 然后当然可以说一下为什么需要做这个实验 然后接下来可能是介绍你的评估方法 接下来就可以搭配你的表格来介绍你的实验的结果 表格当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别人怎么做表格的 做一个漂亮的表格也是很重要的 这边有一些跟大家补充的一些注意的点就是 实验数据的部分 这个最多列这个小数点后两位这样 再多的话 其实人看起来会觉得有点负担这样子 好 那你可以注意到说 他这边写 ours 就是他把他自己的方法列在最后 那上面就是他所比较的这些其他的相关研究 所以大家就可以学这样的格式来呈现你自己的实验结果 然后最后还有一点想提醒大家的是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他在统计一些数量的时候 他会就直接把数字写出来 最好是可以每个三位数加个逗点这样子 大家会比较能够快速的读懂这个数字这样子 最后是这个结论的写法 那结论跟摘要也有相同的就是有类似格式这样子 那大家在看别人的结论也可以来解析一下他的结构是怎么写的 那通常可能他会先简短回顾一下他的研究动机 以及他总结这篇论文他所提出的方法和他的实验结果 然后再来他可能会提到他目前这个研究限制 因为我们都是还在研究阶段 一定还有做的不太好的地方 还有可以在努力的方向 那这边你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你主要的研究限制 但也不要写太多 因为这样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还没有做完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就是可以提这个未来 来研究方向 主要也是基于你的这个限制来说明你未来的方向 那这边这两点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是用来接自己窗疤 他是用来防守的 就是当然審稿的人他会对你的论文提出很多质疑的问题 一些建议什么的 那这边主要就是要去减缓这个reviewers可能会提到的问题 所带来的这个不好的结果 你可以把一些你想要打预防针说这个是 的确是有这个议题那之后可以在努力的方向来当做防守这样子 让神告人不要觉得说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样子 那这是关于这个写作格式的一些说明 刚刚还有提到说学习别人怎么写作以外 我们可以这个看论文学英文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像是我们高中的时候 在读英文杂志一样来阅读这篇论文 我们可能会在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单字片语或是例句 我们可以把背下来用在你自己的论文 当然不是完全复制 只是说你可以看有一些特别的这个template 你可以用 然后在中间插入你自己的一些词汇 你自己的画 比如说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然后表格他会是说什么table1怎么样 shows或是present the evaluation result of什么 这样子 或是他可能会提说as shown in table1等等的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有自己标记的资料 那你可以说你是怎么请这些人来标记的 那最后就是实验结果部分 你可以写说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就差不多是你可以从这些这个template 来学着怎么让自己的写下来的内容看起来更专业 这样子 那这也是我自己看论文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看一篇论文其实看蛮久了 会一面去记录看到还不错的英文这样子 那再来是论文还透露什么资讯呢 这可能也是大家在读论文没有特别注意到 首先呢当然就是他是来自什么会议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从好的会议来挑论文会比较好嘛 就是表示说这个研究成果是还不错的 有我们可以参考的点的 那就是从好的会议开始来挑 那要看会议资讯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论文的最上方或是最下方 第一页的最上方或是最下方 它会有会议的资讯这样子 比如说他是在哪个会议发表达 他是哪一年发表达 那我们可以一面读他论文 一面看到程式码更了解他所实作的方法 那他通常会放在这个注解的部分 那可能会在第一页或其他页 那你可以注意他的注解 他就会有比如说有资料级连结 会有程式码的连结等等的 那这就是论文还透露的资讯这样子 那当然还有一点是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作者 就是你可以发现说你喜欢看了一篇 一些论文它可能是来自某个作者 那你就可以以后专注去follow这个作者 等于说你有个效仿的对象去学习他的研究的过程 就是他一路怎么去发展自己的研究主题的 那这也是可以留意的部分 好 再来是还有一点想补充的是 我以前刚开始写论文所学习到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单字叫做 可以用这个respectively来描述这件事情 然后这边就有放一些例子啊 然后这边这个连结是说这个respectively的用法 然后留意它的用法这样子 再回到前面提到的是我们可以一边看论文一边学英文 你可以从中除了学习这边论文 是除了一些薪资以外 你可以学它的写作结构 学它的英文用法等等的 好 那这是第二个主题是关于说我们还可以从论文中学到什么 那再接下来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怎么用overleaf来写作这样子 那它是基于这个latex的这个编辑器 那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这个语法来帮助我们专注在写作 不用去费心于排版这样子 好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到overleaf呢 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写论文有很多格式 比如说引用的部分就很复杂 它有一些要注意的格式 那用overleaf的话就可以减缓这个问题 然后再来是有可能我们投稿被reject了 要改投别的会议别的期刊 可是它模板可能会不一样啊 如果我们是用word的话 我们又要重来一次很痛苦 用overleaf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好处是 用overleaf的话 你就可以跟多个人共同在线这个一起 同时编辑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分享你的overleaf的连结给老师 然后你们两个可以同时编辑同一份文件 然后也不用怕说 可能在你这个电脑上面的word版本 在它的上面的这个格式又不太一样 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overleaf的这个版面 主要会有三栏 就是这一栏就是它会放很多这个档案 主要会有这个它的一些模板的一些格式设定 就不太需要动它 你需要动的是什么呢 你需要动的是这个.tex档 它主要是你的论文的编辑的这个档案 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在这上面写你的论文的内容 你就可以显示在右边 等一下再来讲右边 右边就是这个pdf的这个内容 好那再来是还有一个档案 你会用到的是这个.bib档 那主要是在放引用的 在你的这个.tex的档案里面 要放一些引用的话 你就必须把你的引用的一些 这个格式放到.bib档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在这边上传你的图档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放在你的这个论文里面 那如果说你要编辑论文的话 就是到这边去找这个.tex档来点击它 然后进行编辑 然后这边编辑的结果呢 就会显示在右边这个实际这个 这个检视pdf的排版的情况 这就是overleaf打开之后的基本视窗的画面 然后再来是它这个. 右上角有一个review的功能 你点开它呢 这边就会有一栏是可以看这个. 大家留下common 你当然自己也可以留下common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可能是跟你的指导教授在沟通的部分 他可能会留说这边要改什么 那边看不懂等等的 然后再来是这边编辑过后 我们要怎么让它出现在右边的这个.tdf的排版 这边就是点这个recompile 你编辑完之后呢 那点一下recompile它就会变成compiling 那它compiling完它就会显示在这边 就是显示你编辑后的结果 再来是跟大家提醒一点 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写会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在中间这个是我们要编辑的页面嘛 这个视窗 然后在这底下就是会写我们自己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introduction是什么 有的同学就可能像写Word一样就是一行接着一行 就是写成一个大段这样子 那在这部分呢我会建议大家 以一个句点为一行这样子 所以你这边有个句点就换行写下一句 然后这样 其实大家看起来也会比较轻松 你就不会一大段 就是在读的时候有点辛苦 那这样也比较方便不同作者之间的沟通 你可以说 你的278行后面那个字是什么意思等等的 然后如果你想要做一小句的修正的话 比如说你不想要这句你就把这句注解掉了就好 这样你也比较好去进行修订 那这是我推荐大家用一行一句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写作 那再来是刚刚有提到说一行一句嘛 那怎么换段落呢 就是在行跟行之间有个空行就代表换个段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边空一行那这边他就换了一个段落 这样子 再来是刚刚提到数学符号的部分 那Latex有他的语法 所以他比如说你可以用begin equation and equation 来框住你要写这个公式的部分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写完公式下一句是要解释这个公式嘛 那我们可能会说where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会去解释这个符号的意思 这个时候就不要换不要空一行 因为正式的写作格式是这个where是 就是要小写然后接着就不会缩排 所以你就不用换行就直接接在你的and equation这边 然后也在提醒大家就是 每一个符号都一定要有对应的解释 那这边有列符号的一些用法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要写成右边这样子 你有一些特别的写法 比如说乘法是times之类的 那可以参考这个我所留下来的连结 那再来是这个overleaf它有列一些这个字形 这样子那也可以参考他们有列的一些字形 比如说这个m它就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字形 你可以让你的公式显得这个更特别一点 然后再来是怎么制作表格呢 其实在这边就是因为要用latex的语法 那就有一些固定的写法 那大家可以看到要做出右边这个表格的话 我们是要写好像程式一样的把它包起来的感觉 可以看到说比如说你的这个表格的caption 就是写在caption这个部分 然后还会有一个label 那后面就是放你这个表格的一个标签 那这个要做什么呢 就是在你文中想要提到的什么 第几个table的时候 你必须要放的这个标签那样子 那底下就是开始表格内容 那当然会搭配一些排版方式 比如说c就是置中啊 代表是靠左这样 再来还有注意的是这边右上角有个什么t 它的代表是它会放在这一页论文的这个上方 那b就是下方 h就是放在相对这段落的这个位置 在here这样子 那通常会建议大家用t 就是把表格跟图片都放在这一页的最上方这样 好那你可能会想说 哇这个好难写啊这样子 我们有个工具叫做excel to the tag 下载连结在这边 然后下载之后你就要import进来 你就开excel 然后用它的工具 然后点它增益集 然后你可以浏览说你下载的位置 然后把它汇入进来 按确定之后就可以使用它的功能了 那比如说你在excel制作好这个表格 然后你就把它框起来 框起来之后点增益集 然后再点这个左边这个表格这个按钮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个视窗 那这边就是这个表格的语法 那你就把它复制起来 就可以贴到编辑的这个部分贴上去 然后在你的文中有连结到这个表格的话 那它就可以把你在excel所建立的表格放上来了 所以就不用说我还要首刻这些语法这样子 再来还有就是你可能会想说我要使它跨栏 因为我们有时候模板是两栏的 我想要让它跨栏的话 那你就在这个begin table跟end table这边的 后面加个这个米字号 它就会跨栏 图片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它可能会是叫做figure 然后就在后面加型号就可以跨栏了 好那所以就讲到怎么插图片 在插图片它这个页面上面有一个这个上传的符号 你就按upload 然后你就可以上传你电脑上面的图档 然后它这边就是有档名嘛 就是你的图片的档名 然后呢再用插入图片的语法 然后在这个include graphic这边 后面呢放上这个图片的档名称 那如果你是放在某个资料夹底下 就是在这边的某个资料夹底下 前面就是在有这个资料夹名称斜线 然后再放有 它现在是第三张图 如果前面再插了一张 我就要把它改成第四 那不用就是它在overleaf这样的极致底下呢 我们就不太需要注意这个它的编号了 那再来是想补充的是你可以调整图案的大小 就是可以改这个框框里面 那你可以改它的宽改它的高 它有很多语法就留给大家自己来搜寻 主要是就是改这边这样子 好然后再来是还有最重要一点是 我们要留意每个会议每个期刊的规定 因为它的规定会不同 比如说什么它的图表的caption的位置 或者是大小写的规定 或者是它有没有据点它的规定都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留意它规定的是放在哪个位置 它的大小写它有没有据点这样子 然后还有补充的是说 我们在做表格或者是写公式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一些特别的package 那就在这个begin document之前 放入你所需要加入的package 那这边基本上就跟查程式很像 到这个stack overflow等等 你上网查就可以查得到一些范例 或是需要可以用到的package 这样子 好然后再来是说在文章中怎么引用其他的论文 要留意说不同template有适用的语法 比如说它有side,side-t,side-t 那你就去要看 你在开这个模板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些叙述 你要去留意它适用的语法是什么 那就用这个语法 然后加上某个编号就可以引用这篇文章了 好那所以你会好奇说 那这编号是什么呢 这个编号呢就是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档案里面放的这个big tag 那它是一套用于管理文献的这个格式 然后它可以跟latex一起使用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编号 就是它在这个这边第一行这个编号 那你就用这个编号就可以引用到这篇文章了 好那这个要怎么取得呢 那就可以用google scholar来搜寻 那还有其他的工具 那这边是以google scholar来举例 就是你可以搜寻你要引用的那篇文章 这边就有这个引用可以点下去 就可以得到那语法 但是要留意的是它可能会有很多个版本 因为这个作者他可能有在正式发表之前 有在别的地方放过他的文章 所以第一个查到可能不一定是正式发表那个版本 所以你可以点全部共几个版本下去之后 找到正式的发表那个版本 然后再点它的引用 就可以得到引用的格式 那因为我们是要big tag 那就是点这个连结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一串东西 我们就把它复制到点bib这个档案里面 所以就是比如说点开它 然后贴上 之后我要引用这一篇的话 我就是复制这个编号 然后到这边我写好我的句子 然后我这边要引用它 我就把这个编号放在这边 那就可以显示在你的文章中 然后再来还有这个 你在写论文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现说 它有很奇怪大段的空白 那这个怎么办呢 而会有这个空白的原因 就是看起来丑丑的很大 那在这个机制底下 它就会自动去调整前面的排版 然后就变成说它这样子排才会刚刚好 这样子 这是它自己自己排版的一些结果 所以等于说最后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不好的这个排版的画面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有两种方式可以来调整 一种是删减机灵字 一种是调整一个图表的大小来调整版面 让可能后面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它可能是一个 需要比较大段落的这个selection 不会影响到前面的排版 那什么是机灵字呢 这边有个例子 这边有多一个字或可能多两个字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 它就在这边占了一行这么多空位这样子 那就会连带的影响后面的排版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减少这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删掉了之后 那这个排版原本是上 这个表格上下那么多空白 那它就在自动排版了 那这边就是正常的这个 没有太大的空白了这样子 那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一个方式 那最后是我们要写好论文 就要输出要上传了嘛 那就点左上角的menu 然后它会可以有source就可以整包下载 那pdf就是下载这一份pdf档 好 那最后有几点要提醒大家就是 绝对不能复制别人写过的任何一个片段 那当然也不能用别人的图片 那我们审稿的时候遇过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违反的规定 然后就是不能做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用词要前后已至 还有老师说看不懂的话 就请同学们要修改描述 并且回复老师题的问题 很快的说明说 不能复制别人任何一段话的这个重点 就是你一定要用自己的话来写 然后参考别人的研究 就一定要用要引用它 那避免抄袭域的方式 就是你把你写好的一段 放到google上可以看说 哦重复这么多红字 那等于说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觉得说你是抄袭 所以你要避免这个情况就是要再把这句话 重新用你自己的话来写 避免说直接被找到说 可能就是引用这篇文章 然后这个文章是跟你写的 这句话是一模一样的 再来是用字要前后一致 就是比如说你前面提到某个 你自己提的这个任务名称 或者方法名称 那你后面要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话 审稿的人或读者就很难去了解说 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吗 这样子 好那最后是说老师如果说看不懂 就请同学们回复 而且要修改这样子 那为什么呢 因为论文投稿被接受的 第一个条件就是 当然是審稿的人要看懂你的论文 那对我们而言 老师就是第一个reviewer 所以老师看不懂 可能reviewer也看不懂 那就是我们 除了回复老师以外 也要这个修改这个原本的老师留 看不懂的地方 尽可能来减少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边呢就是先替老师们 谢谢各位同学们 这个可以让这个修改论文的过程 更加的有效率 好 最后总结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三点 就是卡片和笔记法 然后还有读论文的方式 然后最后是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 Obelief的这个工具如何使用 这样子 Obelief是否有资源格式 OK 格式的部分 我这边来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 我是开了某个会议 那可能是 如果是期刊也有类似的 就是 总之我开了某个会议 然后 他的网站这样子 那他可能会有 Code for Papers 他就会有一些规定 然后 再来是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这个网站上 会有一个 Submission Guidelines 差不多是在这附近 然后 或是叫做 Formatting Submission 那他就会有说 他有一些 Template 那 通常会提供很多种 比如说有Word版的 也有 Latex 或是 刚刚提到Obelief 那你就点它 通常现在很多会议 或期刊都有提供 你就点它 然后 这边 那 所以等于开了这个Template 那 Open as Template 开好了这个模板 就专心的写作 这就是我刚刚所示范的 这个模板 那 在 这个 Begin Document 那当然就刚刚提到说 他们通常开这个 它有 里面有很多 这个 跟你介绍说 一些格式的规定 所以这个很重要 也要去留意他的这个介绍 这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